苏武牧羊 今天我给你们讲另一位汉朝使臣苏武牧羊的故事 太好了 苏武牧羊 我们还从没听说过呢 那是在公元前一百年的时候 匈奴虽说已被跳骑大将军过去并打败了好几年 但他们仍然时常进犯中原 并扣押了汉朝的一些使臣 汉武帝决心再次出兵打击匈奴 这时匈奴又派使者前来求和了 尊敬的汉朝皇帝 我受禅于的委托前来给您敬献礼物 并把汉朝的使者都送回来了 你们总是不守信用 不了不了 我们禅于决心和汉朝和好 绝不会再做伤害汉朝的事情 那好 礼商往来是我们汉朝的传统 今年我就再派一位使者苏武回访匈奴 以表示我们的友好诚意 不久苏武带着随元张胜和常慧来到了匈奴 苏武拜见了匈奴且是侯禅于送上了汉朝的礼物 就在苏武准备返回长安的时候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苏大人 都是我不好 有件事可能要牵连到您了 哦 是什么事 苏大人 您也知道 前两年有个汉将魏律投降了匈奴 现在在匈奴做王 他的副手于常和我是朋友 他不满意魏律投降匈奴 所以暗地里曾和我商量杀掉魏律 并劫持匈奴王的母亲逃回中原去 啊 这事能成吗 还没等于常动手就被匈奴人给发现了 匈奴王一定会认为我们是同谋啊 哼 你们就是同谋 我奉且是侯禅于的命令来逮捕你们 且慢 我是汉朝的使者 是为汉朝与匈奴的友好而来 绝没有参与任何阴谋 少啰嗦 卫兵把他们抓起来 是 苏武 你现在想回汉朝是不可能了 不如像魏律一样留在这 我可以让你做王爷 给你数不清的牛羊和财富 不 我不会投降的 苏先生 如果你投靠匈奴就会像我一样 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否则只会白白送掉性命 魏律 你是汉人的儿子 做了匈奴的臣下 你忘恩负义背叛父母和朝廷 厚颜无耻的做了汉奸 还有什么脸和我说话 啊 好 既然你不投降 那我就送你到北海去放羊 等什么时候公羊生了小羊 你就能回汉朝去了 从此以后 苏武便被流放到了北海 也就是现在的贝加尔 在那儿除了羊之外 没有一个人 唯一和他作伴的 就是那根从汉朝带来的 象征着朝廷权威的荆棘 就这样年复一年 苏武在北海边靠吃草根维持生命 那根荆棘上的穗子 也随着日月的流失而掉光了 一直到了公元前八十五年 且诗侯禅与死了 匈奴分裂为三个国家 而汉朝的汉武帝也死了 由他的儿子汉昭帝继位 汉朝的新使者再一次来到匈奴 啊 欢迎你汉朝的使者 尊敬的禅于 我带来了汉昭帝送给您的礼物 并且带来了汉朝的请求 哦 汉昭帝请我放回汉朝前使臣苏武 这个嘛 苏武早已死了 哦 是这样 那我们只好回朝禀告皇上了 四年之后 汉朝使者又一次来到了匈奴 喂 请等一等 你们是汉朝来的使者吗 啊 是啊 你是 我叫常慧 是随同苏武大使一同出使匈奴的 苏大人现在仍被禁在北海牧羊 啊 苏武还活着 啊 匈奴蝉鱼再也不能欺骗我了 经历了十九年的孤独和磨难 苏武终于返回了长安 哇 苏武太伟大了 啊 他的毅力可真让我佩服啊 是啊 世世代代的人们都会被苏武的故事所感动啊 哦 是不是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